文職公職上有個基金 是以你自己的名字 沒錯 基金 主力是做些甚麼 主力是幫助一些老人 或者是年輕人的就業 或者是老人送一些暖包給他們 透過一些慈善活動 我又會捐助一些賤款給他們 雖然慈善基金也有些捐助 捐助一些弱小社群 明天也有一個弱小社群活動 都是官民見面的 都是送一些亂宜 都是透過用年慈善基金去做 不是因為我是想出名 只不過是想透過這個基金 告訴別人 年輕就算富二代 希望可以幫助一些小社群活動 或者幫助一些老人 出錢出力 沒錯 但你的基金跟廖夫人 也有些不同 她主力是幫助婦女 沒錯 這個區域 首先我不是婦女 留給我媽媽會比較適合 她有寫慧言辭聖基金 主要幫助婦女和教會 將來我的基金成熟 都會幫助一些教會 是呀 我也成立了不太久 都是這幾年左右 看完資料 這兩年 最開心是甚麼 有甚麼案例或事件 你發生了很窩心 無時無刻都很開心 因為有時可以幫助人 有時可以呼求 至善可以呼求 又或者有些囚犯活動 最近官羅門東華 我也是從這個基金幫助 而我的資料也是幫助青少年 或者老人家 這兩件事 或者是弱小社群 這三方面是很重要的 還有弱小社群 老人家現在人口老化 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放心 平均人口老化 或者平均香港人的壽命 都很高 差不多80% 女性更高 所以他們需要一些幫助 或者醫療各方面 一步一步來 做物業反而不適應手 但做慈善就真是新手 沒錯